亲爱的弟兄,我是志诚 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正文24章的第二节 不可信任的特殊性 就在刚才呢,我在准备这一节之前 听了今天早上的《逻辑思维》节目 那么这期节目十分钟的时间就很好的诠释了这一节的标题 特殊性是不可信任的 那他谈到的东西是技术了 那你会发现在人类的世界,商业的世界里面 只要有人做出一项技术 那么很快的就会有一窝蜂的人跟上 那当然人们会无所不用其极地去挖掘 那个技术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但是其实就算是不是这样子 只要有人把这门技术做出来的 就证明这条路是走得通的 所以很快的就会有人可以把它研究出来 那么他举的例子首先是15世纪的绘画 因为你如果去对比14世纪的绘画跟15世纪的西方绘画呢 你就会发现那个差别非常巨大 15世纪末期开始 就是包括像达文西这样的人 人才辈出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们突然之间就可以把人画得很像很像 那这个其实不是因为画家的功力进步了 而是他们用了当时的光学技术 就是透镜 然后把想要画的人物呢 直接投影在那个画布上面 然后他就照着去描 当然就画得很像了 当然很快的在画家这一行 这个圈子里面呢 人人就都知道了这个技术 所以你原本有 或许有一点特殊性吧 但是很快的过不到100年 其实大家都知道了 那这个时候你所拥有的那个特殊性 很快就没有了 特殊性是不可信任的 那么再到20世纪的这个核弹也是一样的 那在1945年的时候 美国率先研发而且投放了核弹 那当然也终结了二次世界大战 但是很快的过不了几年 包括像英国啊法国啊 很多国家都研发出核弹 那包括那个时候 中国的一个科技水平 还落后美国很多 但是不很久之后 1960年呢 中国也把核弹做出来了 所以你说这个特殊性 其实特殊性是很难保有的 那所以也说它是不可信任的 所以我们每天都在努力的争夺特殊性 只要我们活在小我的思维一天 我们就会很努力的去维护这个特殊性 好 那下面呢 我们来谈谈它的课文 第一段 它说一较高下必然是小我的伎俩 爱是从不比较的 因为爱是爱的本质 我们前面有多次提过 是一体性 一体性里面是不可能会有比较的 那只有在特殊性 它才需要去比较 它不只会比较 也还一定要去比较 因为没有透过比较 就没有办法凸显出 到底谁比谁更特殊 所以它说特殊性最爱与人比较 它就是靠怎么样呢 在别人身上看到缺点 来确立自己的那个优点 那它说呢 因此它必须不断追踪那些缺陷 虚于不忘 而且先好不失 如此才能够维系得住自己的特殊性 你看这句话写得多么传神 它说我们每天是怎么样 不断在追踪别人的缺点 不断地要把别人给比下去 然后显示出自己 是比较优的 是比较高的 是比较大的 是比较强的 那么中间呢 它说它所藐视的人原来是你的救主 你却把它贬为衬托特殊的你的一个小小的附庸 就是别人存在的价值呢 是为了衬托你的一个高大上 它在你的眼中必须是渺小的 才能凸显出你的伟大弹簧 你的纯洁无染 而且你必须一天24小时不间断地这么去做 因为对小我来说 任何时刻失去那个特殊性 都是难以忍受的 都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他才说 虚于不忘 要不断不断地去追踪别人的缺陷 来树立自己的特殊性 你看这个是我们的小我每天都在做的事情 好 那下面的第二段呢 第四句开始 它说谁能一边把它当作侦测卑微的尺度 就是把自己的弟兄当作侦测卑微的尺度 自己却丝毫不受同一尺度所丈量 好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 这个自卑的问题 人人都有 所有的人都有 那有的时候呢 越成功的人反而越自卑 因为它里面有自卑这一块 可是它外面的表现却非常亮丽 那这就形成一个很大的反差 好 那最后变成 医学上所谓的imposter syndrome 叫做伪帽者症候群 这个胃是胃装的胃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查查看 imposter syndrome 伪帽者症候群 那其实这个自卑的问题 人人都有 只是说呈现在外 是由自卑呈现的 还是由自大呈现的 这样的一个区别而已 那原因就是在于这句话所说的 因为弟兄跟我们是一体的 是属于同一心灵 所以你去贬低弟兄 你就不会贬低你自己 其实也是会的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喜欢去贬低别人 去定罪别人 但是我们也常常在贬低自己 在自我攻击 自我定罪 所以这就很矛盾了 寻求特殊性的结果 变成是在自我攻击 自我贬低 那么第七句呢 它说你若追求自己的特殊性 必会导致极大的痛苦 因为特殊性 为了追求特殊性 你分裂嘛 选择跟上属分裂 那带出的追求跟恐惧很深 那具体跑到这个世界来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特殊性 是不可信任的 随时可能会失去 而且所有的人都要跟你争夺 所以你就算是争到了 很快的你又开始恐惧了 而且可能你的特殊性 抓取得越多的时候 不管是金钱还是地位 还是社会迷惘等等 就越害怕失去这个东西 越要去努力的去保护它 这就是它所说的 极大的痛苦 那下面第三段呢 它说特殊性会把罪的观念 弄假成真 所以你已经看到了 就是特殊性跟罪 它其实是一体两面 如果没有透过去定罪别人的话 就没有办法去树立 属于我们自己的那个特殊性 那跳过一段呢 下面的第五段 它说只要你还为自己的特殊性辩护 就绝对听不到它旁边的圣灵之音 那这个特殊性呢 其实你可以在上面写一个自我 只要你还在自我辩护的时候 你就不可能听到圣灵之音 你看吧 我们自我辩护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是去找很多理由嘛 而且我们会给别人定罪 那个谁谁谁都怎么样 自我辩护 那当然定罪 你想定罪的时候 你是不可能真的听到圣灵之音的 那这个也是为什么 很多奇迹的初学者 他们会觉得要听到圣灵之音 好像很困难的缘故 因为我们的内在还有很多的罪疚 主要是说我们不愿意放下那些罪疚 所以才听不到 那下面的第六句呢 它说基督的会见反倒成了他们的心腹之患 因为他从不着眼于他们最爱看的东西 就是特殊性 那么基督的会见不断提醒他们 他们所执着的特殊性 其实只是一个幻象而已 就说这东西其实彻头彻尾的 根本就不存在 所以当然在小我眼中 所谓基督的会见 或者说圣灵的眼光 一定是他的幸福大患 因为他的命根子 他连看都不看 好 那下面的第六段呢 他说 那么他们到底会看到什么呢 他们会看到上主之子光辉灿烂 如此消失他的天赋 以至于瞬间意起的天赋 就如果你放下了幻象之后 那么随着记忆浮现的是 上主之子同时意起了自己的创造 他们如此消失自己 就像自己消失天赋那样 那这个我们提过 就是天赋会创造 那么上主之子也会创造 但是都是在爱里面的创造 这些都是属于无形无相的 那么他说 他的心灵一旦接纳了自己的实相 他所营造了整个世界 所有的特殊性 以及为了特殊性 不惜与自己为敌的种种罪 顿时就消声匿迹了 恢复了他的本来面目 那么实相只会向你所求一个代价 就是让你再也看不到虚幻之物 听不到他的声音 那么他说你放弃的只是虚无 接受的却是永恒 这只能算是一种牺牲吗 所以对小我来说 最大的牺牲其实就是牺牲掉 那个特殊性 在小我眼中的死亡 并不是身体的死亡 而是特殊性的消容 特殊性的死亡 但是当你真的愿意睁开眼去看的时候 你才会知道说 失去了特殊性 其实什么也没有失去 因为他终究就是异常幻想 好 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 正文二十四章的第二节的前半 那希望对你来说 能够有一些学习上的帮助 那也希望你可以帮我们 把我们的课文讲解分享出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